哈喽 大家好 我是艾如 我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 饰演第一千金 王玉秀 前方可能有危险 玉秀姑娘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插个人有什么可怕的 再说我还带着他们呢 都是跟我阿爷做过战的 她很霸道 她的那种霸道是觉得 她可以保护你 她可以保护所有人 女儿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为父亲骄傲嘛 父亲那么厉害 所以她有些时候觉得 我父亲可以 那我不能给他丢脸 我也可以 所以她的那种东西 其实是骨子里的 就是不是说 抢弩着干什么事 而是她真的就认为自己我可以 剧中有一个细节就是 王玉秀后面想来到 那个狼窝的时候 在下一时就开门的时候 下一时就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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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同样是因为 为什么她会这样 因为王玉秀就是 她就是一个很仗义的人 她就是要保护人家 之前我们有一段台词 可能最后没有播出来的 就是说 你弟弟在的时候 我不认识你 但你弟弟现在不在了 你认识我 以后长安城我照顾 原在那个杜拿捏的特别好 就让你觉得 哇塞 你搞哪样 你对我这样 但是莫名的又被她震慑住了 其实 王玉秀适合找的男生 就是一个需要她仰视的一个男生 就是整个在一个危难的过程当中 他们经历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过后 共同承担了一个对国家的一种责任的时候 某一瞬间或者累积的一个过程 让王玉秀觉得说 这个人就是我未来的相公 你叫什么 张晓静 张晓静 你叛逃 对于王玉秀来讲 他在跟张晓静碰腾的那个 那个人才没见过 过程又掉了 没什么 练乱 那么 所以 我去仔细 若游、你会把人家都叛叛? 我不会了 我会把人家都交到 不苗 不会 与我 刚好 臣子 我 你 所以 其实 我 每个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到处看人呢 跑得比我还快 我累跟你怕吗 疼啊 特别逗 在拍那个马车绑架戏的时候 那个其实不叫受伤吧 很多网友在吐槽 就是说你手绑在前面 你那个嘴为什么不直接拿下来 我有试过去拉 其实拉得很疼 就你不容易把它拉下来的 当你的腿和手这么绑着过后 我在那个马车里面 就第一次体会到了 真的是动不了 就是你的每一个移动 都需要全身所有的力气 去带动它移动 就是被绑架真的还蛮无助的 所以当时全是轻的嘛 但是我觉得那个事很正常的事情 也不叫受伤 这个星期就是出来的四集 我就换成大装了 然后我在剧中会换三次 两次衣服 就一共三套服装 要论美的话 大装那个衣服真的是很美 因为那个是黑泽盒子老师 他亲自设计制作 从日本运到中国来的 确实就是整个设计 包括做工特别的精良 就那个衣服我很喜欢 但是扮相来讲 我最喜欢的是最后盔甲的 吕奔军的那个造型 其中也有一些礼节 比如说那个掐手的礼 你能不能教我 怎么摆 是 对 这个右手有点六个六那种感觉 左手就是五 然后这样环抱 不同级别的人 他的那个幅度和男生女生 都有不一样 会 就是我们会 比如说没有戏 第二天早上不用早出工 我们就会晚上一起去餐 什么 我觉得男生都比较活跃 就除了磊格 磊格就是属于那种闲云野鹤 动不动 他拍完戏就想去到处游山玩水的那种 就是 你会感觉他不是世俗中的那种人 就其实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评价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完整的整个剧集 我也希望说 整个剧集更新完过后 看看 网友朋友们给我的一些评价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长安十二时辰 多多关注王云秀 谢谢大家